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早上好 每日一句正能量 美好无限量 人生的苦 大多也是因为放不下 放不下面子 所以心理委屈 无处诉苦 放不下感情 所以念念不忘独自伤悲 走过半生 该吃的苦 吃了 该瘦的累 瘦了 人要学会放下 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 留不住的心不强求 迟迟不肯放下 不过是拿人的错误 来浪费自己的宝贵人生 有些伤害 既然已经造成 尽管做不到原谅 也不要让那种怨恨 伤害到自己 余生很贵 别为难自己 余生不易 愿你我能学会心宽 学会放下 放下过往 放下曾经 放过自己 随缘就好 正能量学院 陈慈修与你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